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一環 在電腦前一座教室 十小時起跳 只像站立有了 還得練口條一看 目標是 就當上正式的學校 怎麼樣的規劃 可能就跟著學校的規劃走吧 辛苦怎麼辦 沒關係 老師要這樣子回答OK嗎 這樣子可能還在具體一點 第一隊出場 氣勢在不在 好 再回去 排頭挺胸 再回去一次 還不行 還要再重來 模擬面對粉絲跟媒體時的 震撼教育 這樣子坐姿 衣著表情 都有美感 到我這邊來一下 跳起來 把你的站往下 肩關節會很痠 慢慢膝蓋抬起來 再撐個10秒 國立道德院校 也開設專職班培訓人才 但花錢讓孩子學電競 家長會比 你們就是在玩電腦 你們沒有任何的目標 那你們未來的出路是什麼 你們有出席嗎 那其實怎麼樣去克服這個問題 就是用時間去證明 最少怎麼反駁或是說服他們 我說以後當選手的話 薪水會比22K多 台北的科技 就可能會讀不下去 想站上來還證明自己 得拿出比賽成績 但要一輩子打贏 真的很難 惠人眼光也是無省壓力 不是你們想像中的那麼輕鬆 這樣子 因為你畢竟你要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不是說 你就只是打這樣子 你就可以出來 可以從早打到晚 遊戲是你隨時想玩 隨時想休息都可以 當你成為選手的時候 他的訓練是非常發揮的 在你選手生涯結束之後 你也可以朝著相關產業 例如教練 以及每一場比賽必須有的主播賽比 最精采的表現 我們是為台灣爭光 為台灣再拿一次世界冠軍 我們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台灣電競產業整局不走向 專業化 職業化 目前國內電競玩家約200萬人 低估產值高達新台幣530億 一般選手基本品薪約25到35K 比賽拿獎金就能幫自己加薪 目前全球平均一年 大小賽事進百場 獎金千萬起跳 台灣舉辦的國際賽事 年約二三十場 獎金也有數百萬元 想把虛擬世界的戰鬥力 變成現實人生的薪酬 選手們得靠自己拼出 天天解釋電話配優 才能報導